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看看老家会的处理 直接就打了 力助化身门将啊 再次击中衡量 哇 对方门将真是惊出一身冷汗 对方的教练也是在看到皮球被门框弹出之后兴奋不已 这样双方的叫做局面还是没有能够被打破 扎到对方腹地了 可能有机会啊 才说到啊 这次进攻打得漂亮 他们就把球丢了 经不起表扬啊 黄珊珊 有机会 门将做出了精彩的扑救 直接开到了禁区里 并没有完全解围 挡了一下 球还在场内 球被门将击出 让看张瑞的处理 放出队员把球破坏出了底线 送给对方一个脚球 重新夺回了球权 队友在积极跑位 看看这个球会怎么处理呢 他们再度控球 很有威胁的传球 杭嘉丽 这个身门简直是艺术品 想象力太丰富了 让人绝对是过目难忘 作为一名解说员 我还算是见多识广 但这样的进球确实不多见 球如一道炫目的彩虹 划过对方的防线 然后一记充满自信的射门 将球打进 还有比这更精彩的进球吗 将局被打破 目前比分1比0 面对这样的防守 对手肯定是绝望的 把球带过去了 中边把球拒之门外了 往双 防守不错 在自己后场把球抢断了 他们呈现了一波精彩的连传 不过现在对手拿到了球权 是 检订了 近距离很近 机会 球进了 林前优致扩大到两个 这样近距离的机会 他怎么能轻易放过呢 门将当然也就只能忘求心探了 优势扩大 比分变成了2比0 攻入对方腹地了 这个位置非常好啊 观众都觉得可以直接打门了 过不了他这关啊 把球权拿了回来 终断了对手的进攻 网霜 罗佳慧 事业非常开阔 一个过顶挑传 把球掉过了防线 这个机会没把握住啊 我感觉这球迷们 比他自己还要感到惋惜啊 毕竟球迷们也想看帽子戏法啊 可惜这次没能如约 可不是 皮球又被他铲回了脚下 来人支援了 比赛瞬息万变 马上就交换了球选 防守队员没有对他造成阻碍 他还在继续带球向前进攻 空中一脚射门 被门将扑出去了 但危险还没有解除 机会没了 从头再来吧 这个球非常遗憾 射门队员已经尽力了 但门将的表现似乎更胜一筹 门将表现的是真不错啊 不过看样子对他的考验还没有结束啊 这脚铲球还是不错的 这个传球弧度太高了 双方队员在门前目送皮球飞过 门将表现很好啊 皮球滑出了一道美妙的弧线 飞向了球门前 对手的这次进攻 止步于他的这一脚铲球 要不要趁机打个反击啊 他脚下技术非常先熟啊 朝着对方球门继续推进 张欣 黄珊珊 唐佳丽 上停步时一分钟 当着主裁一声哨响 比赛的第一个半场正式结束 中场休息结束 中国姑娘们比分领先 进入双方的下半场较量 把球送到了进区 这个结尾不是很彻底 危机还没有解除 到了这个区域啊 能做的事情就很多了 哦 球进了 这种距离才能把球打进啊 在一个相当远的距离突失冷箭 是啊 这脚射门离近区相当遥远 他对球的拿捏是非常的准确 这球不是世界波 也得是宇宙波了 比赛呈现了一边倒的局面 轻易地把球权让给对手了 看看传球的分量啊 球是他们的了 这个位置非常好啊 观众都觉得可以直接打门了 球迷鼓励他让他射门 可惜啊 这脚球的质量并不高 你说球迷们会不会后悔 让他去脚打门呢 一脚将球转移到另一边 尝试横传找进区里的队友 危机成功化解了 掌声的球权又有了变化 他又把球铲了回来 他们能抓住这次反击的机会吗 防止队员回位不够及时啊 这次解围没有完全能够解除危险 走不远很淡定啊 没有做出任何扑球的动作 不知道是来不及反应的 还是早就知道这球会打偏 从他轻松的身体来看 可能是后者啊 刚才这个球虽然没有进 但整体配合有模有样 他们的自信心似乎也越来越足 怎么踢 怎么有 这是一次没必要的传球失误啊 这是要上演长途奔袭啊 机会脱手可得了 球进了 这一次和防守队员的教练中 他取得了胜利 在这种距离攻门 他绝对不会出现失误 比分被改写成3比1了 目前比赛的常规时间 还剩下25分钟 几位出界 进攻防护的叫球 球传向了进区中央 干得好啊 化解了危机 并没有打在门框范围内 球迷们在鼓励队员们啊 有机会就起脚别犹豫 贝利柱反弹了 这次的进攻啊效果不好 这球打在了门框上 非常可惜 看后机会啊 阻挡了对手的打门 还有危险 好险啊 打中门入了 创造出了机会 但是防线没有犯错 还在耐心的传递啊 这个球啊 我担心裁判会不会出盘啊 看到裁判向他走过去啊 他就明白了 黄宝石卡预定 他应该明白 自己的犯规有多严重了 是啊 球被对方后卫断下来了 船中失败 他们在禁区外 算是秀出了这个精彩的连传 但你毕竟足足落后两分 还需要继续努力 出底线了 获得一个球门球 老家慧 他可以尝试摆脱了 文将及时做出了反应 表度那么小的情况下 这射门真的是最好的选择吗 看他这角射门质量 显然不是 王双 他努力地把球 从对方脚下铲回来啊 过人成功了 可以打门了 比起他这三个进球 大家更关心的是 到底谁能拦得住他呢 再看一下进球的过程 成功地摆走了 对方的防守队员 他在门前拿到了打门的机会 由于距离球门太近了 对方根本没有办法 能够阻挡他 全场比赛马上结束 完全是一边倒的局面 他现在这个拿球压力比较大啊 应该考虑考虑 找队友配合一下 他想用远射啊 来试试运气 这条远射被门将给化解了 不调整直接抽射 门将做出了精彩的扑球 这个角球调到了进区中间 漂亮在后场把球断下 在外面上一次很明显的犯规 队友来支援进攻了 很遗憾啊 这个机会他没把握住 全场比赛结束 到复兰 起立一些 宅